大家好,欢迎关注八戒说时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包菜最好吃,最简单的做法 西线的包菜分切成八块 装入网袋,扎紧烤 放入咸菜缸里腌制一叶 在农村家家都有咸菜缸,腌制咸菜很方便 没有咸菜缸的可用大盆,用盐水腌制,一样的好吃 包菜经过一夜的腌制,捞出洗净后就可以吃了 咸包菜生吃很嫩,加点辣椒油拌一下很美味 腌好的包菜清洗两遍 油网袋罩着,腹皮进不去,洗起来很方便 我家的咸菜缸很咸,洗净后需要浸泡半个小时 咸袋味可根据个人口味和腌制的时间来定 泡好了,用力拽干水分 切小段,装入大碗里 再剁点散沫 加一勺花生油 上锅蒸25分钟,馒头熟了,菜也蒸烂了 馒头咸菜出锅真香啊 出锅的咸菜加少许的味精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包菜这样简单腌制一蒸太好吃了 馒头,稀饭,烂咸菜,简单好吃又下饭 喜欢就请加关注吧 点赞,转发,感谢大家